整盆下锅大火快炒 大陆人气发烧的小龙虾 算数口感让人忍不住 一口接着一口 是宵夜必吃美食 最近在大陆社群平台上 又引发了讨论 安徽富阳这位民众 买了100元人民币的小龙虾回家煮 想问大家头这么大 里面的虾肉 却是跟指甲一样的大小 让他很无奈笑说 100元龙虾90元的壳 根本是买壳送肉 不过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大陆一名网红也曾实测过 大陆网红拿出三种不同大小的小龙虾 实际测量 剥掉虾壳后还剩下多少肉可以吃 结果小虾虾肉有三克 中虾则是有六克 大虾差距最大 虾肉只有八克 再加上两个熬四克 也才十二克 足足差了三十四克 几乎一半以上都是壳 确实不乎是七克 中虾是身价比最高的 事实上小龙虾的吃法不在于本身的肉有多少 而是在吃调味料 西筍汤汁 让人越吃越上瘾 扎一下吃那个味道口感更好 他全身上下都好吃 他流口水啊 对对 像是麻辣三香口味 在大陆就非常受到欢迎 也因此下次去吃小龙虾 不要再抱怨为什么吃不到肉热 而是要好好享受笋子的快感 都是新闻大陆中心综合报导